火車站要搭車 卻看到地上一片濕搭搭 還放了好幾個桶子在接水 仔細看天花板正在滴水 滴滴搭搭不停落下 外頭下大雨 火車站內也在下小雨 冷氣機上要蓋上塑膠套 便利商店也必須用遮雨棚防水 讓乘客直呼實在太誇張 誇張 因為只有三年而已 這是新的 但是他們內部沒有在積極做舒服 這裡是殺戮火車站 新鎮體才啟用三年多 卻每逢下雨就漏水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透過中天新聞的空拍鏡頭 帶你來看 原來元凶就是這破損的屋頂 可以看到這屋頂已經破了一個大洞 也難怪每次下雨 裡頭就會低小雨 十米寬的大洞早在一百零四年 就被蘇迪勒颱風吹毀北側屋頂 一百零五年好不容易修復完工 隔兩天又被煤機颱風吹毀 連主結構都被吹壞 一直到今年四月才變更設計復工 火車站卻漏水將近兩年 讓乘客抱怨連連的 還有時常故障的手扶梯 其實在這個地方呢 在之前還能夠啟用的時候 就故障過一次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速度太快了 有老阿伯呢 在搭乘這個手扶梯的時候 然後不小心就跌倒了 所以那個時候呢 站方人員是把這裡做調整 把速度調到最慢 因為我們要評估啦 評估這個地構到底 這樣子做是不是適合 然後加上我們要等去定費 因為去年的美濟颱風 有很多地方都受損了 後子兩億元打造的 沙路火車站外型崭新 就東站連接新西站 正式啟用才三年多 就因為屋頂破損 兩次維修費用高達260萬 但是颱風一吹就破了 漏水漏了兩年 也難怪乘客批評 這樣的維修品質 讓人不敢領教 記者林志文 陳思源 台中 採訪不到